朋友你好,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2年3月21日 一则很不幸的消息 今天,根据民航局网站的信息 东航一家波音737科技 在执行宽敏广州航班任务时 与吴州上空失联 机上人员一共132人 其中旅客是123人,机组9人 不幸的是,民航局已经确认 波音737科技坠毁 民航局已经启动了应急机制 派服工作组赶赴现场 东航公司对本次飞机逝世中 遇难的旅客和机组人员表示沉痛的哀悼 飞机逝世的原因还在调查中 东航公司将积极配合相关调查 并且已经开通了家属应急援助专线 在此次东航科技掉落之前 中国民航已经连续138个月 保持持续安全飞行 一段飞机坠毁前的监控画面显示 一架飞机的机头朝下直线就坠入了三年中 从视频中看 客机已在空中并未解体 整个坠落过程不超过5秒钟 之后吴州市北城矿业有限公司 核实了该视频的真实性 东航空难发生后 东航公司目前已经将该公司所有的737-800直飞航班的飞机全部控制在地面 空中的航班落地后也不再执行航班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已设置临时的等待区 由专人引导MU5735次航班乘客的亲友前往等待消息 相关部门也正在进行家属联络和紧急情况处置工作 航空公司在机场附近联系好酒店 会有医护人员陪同家属到酒店休息等待进一步的消息 东航近日晚间公布本次飞机失事的原因还在调查中 公司将积极配合相关调查 对本次飞机失事中遇难的旅客和机组人员表示沉痛的哀悼 又是一个难解之谜啊 愿逝者安息吧